香港在中美貿易戰陰霾 住宅樓價出現下行趨勢 契向物業股價處的私人住宅樓價指數連跌2個月 8月份物業代理的二手樓價指數則跌約0.42% 綜合八大升級分析員、資深財經專家及投資者等 為香港樓市把脈 當中成功預測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會出現的 董事總經理卓伯德接受訪問時預測 住宅樓價10月底至11月中會跌10至12% 差勢在物業股價處最新數據顯示 7月份私人住宅售價指數報394.4點 按月再下跌0.1% 儘管年初至今依然錄得約9.7%漲幅 但較去年同期的漲幅約11.9% 低約2.2% 7月份以實用面積1075呎 及以下中小型單位跌細較明顯 者類物業售價指數跌0.15%至397.4點 相反面積1075呎以上單位 售價指數按月形升約0.66% 至於市場較關注的實用面積431呎以下小單位 而新界區跌幅較大 者類單位7月份平均尺價約13504點 按月下跌約2.73% 約2面積430呎 計算平均售價約580萬 九龍區同類細單位 價格按月錄得約0.13%跌幅 尺價約14885元 折合平均售價約640萬 相反港島區同類型單位尺價則有增長 較6月份上升約2.86%至17593元 平均售價約756萬 近期市場湧現不少減價成交個案 反映主要二手物業價格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最新報187.97點 按週低0.22% 當中四區樓價指數全數下滑 當中九龍下跌0.4% 新界西則下跌0.29%至167.7點 創16週新低 若連同大型屋苑、中小型及大型單位 該行8個樓價指數齊跌 為近32個星期首見 卓伯德表示若以經濟疑論 現時香港產況較97年金融風暴時輕微 但若然未來數月情況依然不平靜 有機會再度爆發減薪潮 當中服務行業的風險最大 包括零售、旅遊、酒店、運輸、航空等 他猶說 基本情況下 住宅樓價在10月底至11月中 會再下跌10至12% 墜壞情況下 即香港政治問題升級 甚至活動出現傷亡個案 樓價及成交量會急速下跌 由於中美爆發貿易戰 他指外資投資 亞洲市場已連跌多月 投資者已將資金由高風險的新興市場 轉移至較安全的以發展市場及政府債券 可預期在貿易戰及香港不平靜情況下 外商投資中港市場會持續減少 中原地產亞大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表示 上半年測股儲售價指數升近10% 但預期有關勝負 將於第三季被跌幅抵銷 上月指數跌幅溫和 主要是因為未反映近期運動影響 遼8月份跌勢會加劇 不過資深財經專家林一鳴表示 由於市場需求仍然較供應多 住宅樓市會趨向平穩 他解釋現時入市主要有兩類買家 一類為持單程證由內地來港的人士 他們的需求遠遠未得到滿足 另一類為有附綱的買家 官司有實力可以入市 他又指出在二手市場放盤單位的買家 因為利息成本低不易於出讓 而買家又持觀望態度變成買買兩閒 不急買亦不急賣 加上示威活動在各區進行 體樓量大幅減少 成交自然會萎縮 他預計未來數月成交量會每月跌一半 但樓價至年底前 最多指示下跌數個百分點